妈妈 你为什么要吓我 我只是想吃根冰棍而已 海绵宝宝 你怎么了 为什么哭得这么难看呀 这位大姐 我从你的步伐和背包都看出 你一定会把这个商场的东西全部卖光 有没有人啊 帮帮我 帮我拉住我的女朋友 别让她进去 妈妈 你快看 我和孙悟空一样也有火眼睛睛了 宝宝 你玩够了吧 可以下来了吧 妈咪 你困成这德行 老师说昨晚你干嘛去了 主任 我醒了 我发誓我昨天没有去和隔壁的小花约会 看我最近脸上的神功 怎么样 是不是被我震惊到了 猫咪 你这样难道是想上春晚吗 我性感吗 我妩媚吗 我聊猫吗 上面的小黑会喜欢我吗 喵爷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头发是在哪儿躺的呀 你这个笑话实在太好笑了 我今年就指望那个笑话活了 八皇 不是我说你 你这个笑点实在是太低了 这位同学 看到你的名字 我就知道你妈妈生你肯定不容易吧 确实挺不容易的 我长到现在这么大也是挺费劲的 主任啊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我以后在家不敢称王称霸了 我只当乖巧的小猫咪就好 你放开我 既然这样 那就好办了 现在能把你的震惊脸收起来了吗 母亲姐也给妈妈发了几个红包祝贺一下的 但是感觉自己启动了一场战争 请问什么牌子的指通要比较好 要给我爸买的 在线等机 我也挺急的 我想知道这样能吹响吗 现在的电视剧太呼人了 能不能上点心呢 懂你的知道你在做饭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打仗呢 要不要这么夸张 我也不想的呀 但是做一顿饭实在是太难了 我宁愿去写试卷 大哥 你这个造型太别致了 请问这是在模仿山竹吗 这是哪家理发店的杰作呀 不是吧 告诉我 我以后一定不去 我真是痛苦啊 一到上课的点就想睡觉 也是有通过这样才能打起精神 学渣有一种病很常见 就是一学习吧 就打磕睡